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地球黄金线 欢迎收看地球黄金线 带你揭开最关键的数字真相 1.618是这关键数字代表股市的黄金切割率 让你了解股市波动的趋势 而今天要看的关键是交不出的放线 全球金线代工龙头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忠谋 这个张教父他要交放了吗 我们看到台积电在上个星期 这个临时董事会突然宣布启动新的接班计划 没有想到被市场讲成了张忠谋要退休了 这个张大帅他是大动肝火 召开了记者会 高龄81岁的台花了50分钟的时间 铿锵有力的告诉大家说 他有两根棒子 董事长的棒子他不会交 那么执行长的棒子现在连序曲都还没唱 也就是说退休还早得很 后来执行长很可能接班人选的有三位 包括了这个蒋上映 刘德英还有魏哲家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忘记 就算交棒给执行长之后 上面还有张忠谋这个董事长 台积电这个市值超过两兆的王国 接棒是他最困难的课题 其实台湾三十大的集团当中 那么有六成目前都是处在接班不明的一个状况 因此我们来看到包括了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 包括了广达董事长林百里63岁也要重批战袍 包括了施崇堂同样呢 这个华硕的施崇堂同样也在60岁 重新的那么重批战袍 交不出的棒子到底是如何来牵动台湾产业的命运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黄创夏 大家好 预警投资执行长汪杰明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场中开执行副总黄世聪 大家好 投资家日报总监孙庆龙 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现在看到台积电上个星期的临时董事会 突然宣布启动接班计划了 却被讲成是张忠谋他要退休 让他是马上亲上火线 我们来看这场记者会 你先回答我 记不记得我头一句讲的什么话 三到五年 就二一六年 不是 我说我有两个棒 金元教父发飙了 记得是才刚启动接班机制 却被不断追问何时退休 张忠谋再三强调 他可是既不退也不收 有一根是董事长棒子 另外一根是CEO棒子 董事长棒子 我不会教 董事长棒子我不会教 CEO棒子 说是序局都还没唱 培养他们三位 最长五十分钟的记者会 我们看到有一家媒体一边问问题 还一边打电话来连线 这个张忠谋马上在现场就大声的质问说 你在讲电话吗 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们看到现场八十一岁的他 说起话来依旧是铿腔有力 张大帅他要告诉大家说 我还很健康 不管是董事长还是执行长 这两根棒子我都还牢牢的紧紧的握在手上 我们来看到张忠谋创下 他直接这个考记者说 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他就是要跟记者说 你要专心听我说 我还没有说要交棒 你不要到时候又报道说我要退休了 这二十几年大家都知道 当Morris要出来的时候 一定是有个重大的事件 而这一次张忠谋出来果然很重大 但是重大里面又给大家觉得有点意外 因为张忠谋虽然还是铿腔有力 但是没有像以前的简洁明快 非常清楚的就讲出来 他讲了五十几分钟 这五十几分钟就让人家感觉到 他事实上他在想着台积电 这样一个两兆产业的传承 可是他在里面就会看得出来 他也八十一岁了 不管怎么样来日无多 这种心情他是有的 可是回顾头一看 后继无人的心情他也有 所以来日无多后继无人之下 张忠谋就讲了五十几分钟 去解释他的一个全新的设计 共同营运长 而这三个人他讲了这么多 其实张忠谋他听了也都听了出来 他有一个不人戳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所告 张忠谋又去专访他 就是张忠谋不人说的真相是什么 其实他就是引用了邓小平先生的一句话 他跟现在其实是摸着石头在过河 摸石子过河 就是到底怎么传承过去 怎么样 他其实也是有毫不讳言的讲 他张忠谋自己讲的 你看他这个心情不再是以前抽烟斗的那种豪慢 有一点点的怅难 有一点点的在看着将来 有点茫难 摸着石头在过河 这个情景跟上次蔡立行就不一样 当时蔡立行现在是培养了十年 没想到董事会里面临时董事会 十分钟蔡立行就结束了 那现在他又来了 又是三个运营长在里面 可能挑一个可能也没有 而且张忠谋又讲说他将来他们这些人呢 办公室要跟他同一层 然后呢我们鸡犬相闻 我讲那三个营运长心里也会摸着石头在过河 因为看到蔡立行当时十分钟就结束了 他们哪一天走是走在旁边叫进去 是不是也是一样石头就不见了 而这个台积电的接班到底是怎么样 这么大的企业全世界的厂商全台湾的股民也都一样 跟他的心情一样摸着石头在过河 台积电下一步在哪里大家都在揣摩着 好就像刚刚创下所说的 其实张忠谋还坦承他现在的心情摸着石子在过河 张忠谋呢虽然说这一次的记者会 他大动作的告诉大家说 我还不准备要交棒哦 其实就像刚刚创下提到的 在过去呢曾经试图要交棒过 他当时呢曾经想要交棒给他苦心培养十年的蔡立行 但是呢十年的心血却在十分钟的董事会 短短的十分钟决定要撤换掉蔡立行 我还记得那一天是在6月11号下午四点多 那么网路上呢先是呢传出说 哎这个台积电的总执行长蔡立行要被撤换了 当时很多记者都觉得哎这个气氛很诡异哦 疯狂的打电话在求证哎 不久呢这个张忠谋在画面上我们看到 他跟蔡立行两个人一起现身在记者会场 宣布新的人事案 但是一个小时的记者会几乎都是张忠谋 他在发言哦 蔡立行呢坐在一旁默默的 那么脸上看起来是有些落寞的 当时张忠谋对外国的媒体说 我可以告诉你哦 这绝对不是降级 还说这个台积电最优秀的经理人 就是蔡立行哦 那么说这句话的时候呢 他还用手来指了一下蔡立行哦 但是从原本呢 蔡立行他是管两万名员工的总执行长 到最后变成了管不到十个员工的 节能新事业 连外资都说这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哦 一定是什么事情不对劲了 所以杰明 为什么十年的心血栽培 十分钟就决定换掉 刚刚创下把这个石头交给我 他就从这边交给我就拿起来 好这非常简单啊 但是交棒可不就这么简单啊 一颗石头摸着过降 因为他过去去摸了十年的石头 就弄出来蔡立行 十分钟KO不见啊 那当然这市场就在撩传说 他有犯了什么致命的错误啊 这么严重吗 其实要归到我们张大帅啊 Morris他自己的一个超完美的个性 你看他是一个非常 仔细有系统 而且非常有点啊 就是近似龟毛 就是完美的人 所以他过去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 有 如果你还记得之前找些一个简学人 应该有印象吧 曾经做过总经理 还有布鲁克跟曾宗林 这些人就是直接 后来跑去连电了 这些人是直接就处理掉了 就是可能他犯了我们不知道 因为这媒体上面有讲 不知道的作物 那其中曾宗林跟布鲁克呢 最后去了连电 但是蔡立行有在啊 而且发展的是他新能源的这个体系 那目前来说已经不十个员工了 那边已经开始有在运作了 所以以张中文来说他面对到的是外国人 你说70%以上的股东是外国人 他必须要非常审慎去做一事 那到底我们蔡立行 蔡立行先生就在这里啊 看起来其实不像他的年纪 他其实也是61岁了 看起来还蛮年轻的啊 那到底这位蔡立行当时犯什么错误呢 我想大家很清楚 那时候的状况的确是非常风雨飘恼 那对于张大帅来说 他怎么可以忍受人家的家人到他门口去抗议呢 那这种情况下 而且重要事情是 他是全球晶圆代工的老大 然后他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媒体 出现在媒体的事情 不是说台积电又突破了40奈米 28奈米 20奈米 不是这种让人家觉得 我是国际级的厂商 就竟然是他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当然张忠谋最后决定是快刀斩乱马 斩掉10年的心血 10年的培训 而且虽然呢 张忠谋当时的心情 其实心里也可以想象 有一句话形容他叫做 哭疼老树婚鸭 古道西风瘦 感觉那个场面还蛮起来 他那时候重劈战袍的时候 已经是高龄78岁 他宁可自己再出来重劈战袍 那么即便呢 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呢 这个包括奖上义刘德英 魏哲嘉 就是这一次呢 那么准备要接执行长三个候选人 即便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名单当中 都没有蔡立行的失聪 可见当初蔡立行 让这个张忠谋有多失望 过去曾经有标题形容 他是这个铁血蔡立行 也说他是小张忠谋 他手上的手表 永远都会拨快10分钟 他其实是很讲求效率的人 但是他接了总执行长之后 包括客户抱怨 包括他的市占率下滑 到最后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裁员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积电的 整个财报的数字 这边是这个 我们找出来就是 这是蔡立行接任 这个所谓台积电的这个董事长 接任这个执行长之后 其实他的获利状况 表现的状况 其实跟之前张忠谋 担任董事长的时候 其实差异性并没有非常大 甚至有时候还比较好一点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那时候股价的表现 蔡立行担任执行长之内 最早股价还曾经来到73块 这个位置 那跟对比目前台积电 大概目前80块左右的位置来说 其实蔡立行在台积电的贡献 其实大家还是觉得 他是一个 对台积电相当有贡献 尤其是说他之前是一个铁血的一个执行长 他有小张忠谋之称 那到底是犯了什么错 让张忠谋这么的 连在这次都没有他的名单都没有上榜 第一个就是说 在2008年09年那时候 金元代工景气很好的时候 客户抱怨说台积电 你为什么要涨价 其实台积电非常重视 他跟客户之间的关系 所以客户一直不断的跟张忠谋抱怨 第二个就是说 金元海啸来的时候 台积电那时候在40奈米 他停止了投资 结果没想到金元海啸之后 景气好了回来之后 这个连电他定带就回到连电 甚至转到三星那边去 让这个布局让张忠谋非常的不开心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所谓的劳资纠纷 因为我们知道2009年初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很多无薪价 所以他那时候裁了不少的员工 结果后来因为景气好又回来 又把员工再找回来 所以那时候就引发了不少的劳资纠纷 甚至就是有人 到这个张忠谋董事长家去抗议 甚至有老爸写信去给张忠谋董事长 说我们家这个家机都是靠这个儿子 你怎么为什么把这个裁员 你不是最终是所谓的尊重员工 诚信对待员工吗 这跟你的这个形象都不符合 所以张忠谋就为这件事 他非常的不开心 他在那一年的6月10号的董事会 的股东会跟所有的股东道歉 张忠谋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跟人家道歉过 除了世界先进这一次之外 所以他这一次的这个所谓人资处理案 那一次的人资处理案 最后就是压倒蔡立行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处理的某些细节 不如张忠谋的这个 他所谓温和的形象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这一次的布局来说 可以说是未来这个蔡立行 要再回到台积电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好我们看到为什么张忠谋要换掉这个小张忠谋 蔡立行 在刚刚世聪提到 这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裁员 其实当时的裁员风波 闹得沸沸扬扬 甚至很多的员工都跑到张忠谋 他家门口去抗议 因此我们看到张忠谋 他最后甚至还自己录了一段 这个道歉的影片 跟大家来道歉 为了这一次的这个裁员风波 好所以庆荣虽然有人说 这个张忠谋看起来是不怒自威 他感觉像是铁血作风 但他其实对于员工呢 非常的照顾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告 好刚刚这个可以看到 是张忠谋当时的这个道歉画面 他说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他除了跟大家道歉之外 也要稳定军心 跟大家说 这个最坏的状况就是这样子了 那我们看到呢 张忠谋为什么那么生气 因为过去大家看到这个张教步 他就是相当有品位嘛 优雅的这个绅士 那么竟然有人跑到他家门口去抗议 他怎么能够忍受 现在呢有了蔡立行这一次的经验呢 这一次这个三个执行长可能的人选 我们看到呢 都是偏向比较温和的一个性情 我们看到呢 其实张忠谋呢 这一次提出了这个人选 包括奖上映 刘德英 魏哲交 尤其是在公司待最久的刘德英 其实大家说 他们的形象都是比较柔性诉求 是的 其实我们看这一次的一个张忠谋 他们所预定的一个三个共同的一个接班人 其实我觉得 像最左边的这个蒋上映 其实他的个性 他在台积电的辈分非常的高 其实他被在台积电尊称为蒋爸爸 那为什么叫蒋爸爸 其实就是好好先生 蒋爸 蒋爸 对蒋爸 他为什么就是好好先生的一个形象 他今天其实他在台积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 其实就是他可以去摆 因为他的威望够 所以他可以摆平内部的所有的派系的纠纷 那我觉得这个他过去最高的一个最大的战绩 其实还花九年的时间 就让台积电的技术 从二线厂变成国际的一线的领导厂商 那中间的这一位刘德英 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基督徒 他的个性也像是基督徒 非常的温和 那他最骄傲 他应该说他最跟长跟部署讲 我的形式风格就是要清明化 我不希望让我的部署会害怕他 因为这个其实很明显的对照 张宗某大部分的部署接到张宗某手上的电话 手是会发抖的 那刘德英他的形象 其实就是比较温和的一个方式 那他现在目前在台积电的一个战机 其实就是他打造了台积电 第一座的12寸晶原厂 并且突破40奈米的技术 现在目前台积电的 有做的直营的晶原厂 全部都交由刘德英去管理 大大小小的事物都交由刘德英来去管理 那除此之外 刘德英的性格如果有形容成 他是一个很平稳的一个直线 那最右边的就是魏哲家 魏哲家他的性格 其实就像是一个剧烈波动的一个曲线 他个性其实非常的鲜明 这个其实也跟他的担任的业务其实有关 他现在目前在台积电负责的 其实属于业务开发的部门 那台积电去年能够在整个欧代风暴的一个影响之下 营收含的逆势成长9% 其实魏哲家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因为他率先看到了未来行动通讯的市场 并且掌握到安谋处理器的一个 这块的领域的一个平台 让台积电顺利的掌握到高通 甚至NVIDIA的订单 所以张中文董上海他非常骄傲说 现在目前全世界每一台卖出去的智慧型手机里面 平均有7块钱美元的晶片 是由台积电去生产的 那我觉得这三个执行长 这三个共同营运长 其实都有他个性的一个分明的一个特性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隐忧 其实还是这些人年纪有点偏高 像讲爸讲商业 他年纪已经66岁了 其实跟一些一般国际大厂 平均像英特尔或是Apple或是IBS 甚至奇艺 奇艺的接班人在接班的时候 其实才45岁而已 像目前张中文董上所选定的这些接班人 其实他目前的隐忧 其实也年纪偏高了 不过其实对张中文来讲 或许在先前也经历过 蔡立行这个事件他其实现在 现在他其实认为说其实60岁 是相当适合接班的一个年龄 不过节名我们来看到 其实说到这三位候选人当中 我们来看到蒋上益 刘德英跟魏哲嘉 那么其实呢 那么张中文他也说 未来接执行长人选 可能是两位 或者是两位以上共挚 有人说是创举 不过张中文他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有参考奇艺的做法 是的 我也知道我们在之前 我们之前在奇艺 他们在交班的时间也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到底谁比较好 所以当时他们也选了三个 所谓的共同执行长 然后选在里面去看PK 一样的佣金看谁比较厉害 最后花落到一个44岁的年轻的CEO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 大家觉得皆大欢喜 因为之前那个技艺是 然后传奇的执行长 因为他把技艺的业绩 在到全球市最大电机产业 几乎每架飞机里面放的技艺 连我们的核四里面 放的也是技艺的这个引擎 这些锅乳之类的设备 所以换言之 技艺在这个领域是非常强的 那这个40岁的年轻人上来之后 发生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其他的人却离开了 所以他说这样是不对的 虽然我找出了三个很优秀的人 三个很优秀的人 但是不能今天我假设是 蒋爸上来了 那他们两个离开 那不是损失很大吗 所以大家先合作 互相截取彼此的优势 因为最后只有张忠模只有一个 他们三合起来可能才等于一个张忠模 所以他们过去背景非常好 那张忠模又提到一个案子 他说其实有个公司叫做英特尔 英特尔 我们当时英特尔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英特尔更猛 英特尔当时呢 他们就有个动作就是 接班人呢 就是说现在这三个 他们接班了 接班完之后呢 将来要怎么退下来的时候 比如说假设刘德英选上了 那么蒋上益呢 可能去做什么东西 做副董事长 对 然后呢 可能有一天呢 这个张忠模从董事长下来的时候呢 我随便说 这个刘德英就直接做了董事董事长 当时在英特尔的特色就这样 不论是之前的这个摩尔 或者是贝鲁特 或者是这个特洛夫 他们都一样 他们是非常 在这个世界上都是 每个人都可以画一个框 是半导体里面教父级的人物 当时也是执行长 如果没有选上 就是副董事长 那选上他就变成是董事长 然后最后用董事 好 慢慢的这样推出来 他说这样不是超完美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他所说的 董事长他绝对不能退 为什么呢 因为扶上马 还要带他走一层 对不对 所以这走一层是可以有艺术 所以张忠模就说 怎么可以呢 当他这么愤怒里面呢 其实我知道 他背后其实代表两个层的意义 因为这一次的过程当中 时间是发生什么时候呢 时间发生在他最好的朋友 NVIDIA NVIDIA控诉 英特尔28寸奈米的技术 让他上市很多订单 那这件事没多久的时候呢 马上这个接班就出来了 所以有人就怀疑 他是不是年纪 对 那当然这情况之下呢 当然他做董事长 就会避免之前所发生的蔡立行 他就会退走了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而且彼此互相有竞争的状况 或许会对所谓的台积电 高达70%以上的外资 有信心支持我们的所谓的台积电 继续在这世界打拼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对于台积电交邦 外资的部分到底是怎么看呢 那么在2009年蔡立行下台的时候呢 当时6月12号 外资卖超了台积电48000多张 那么高盛也把台积电 移出了亚太买进的名单 不过来看到这一次 2012年3月 那么现在的外资呢 是正向哦 是持正面的看法 来看待共同CEO的组织架构哦 那么3月6号到7号 外资买超了台积电 将近有4000张 好 我们来看到的是呢 现在呢 对于这个张忠谋的一个交棒的安排 那是外资呢 是持乐观的态度来看待的 但是呢 张忠谋到底什么时候 最有可能会交出执行长的这个宝座呢 其实外界也认为说 最有可能的时间点 在两年后2014年 为什么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朝回来 好 我们看到高龄81岁的这个张忠谋呢 现在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交棒的问题 其实有两场记者会 凸显出张忠谋和老季不利 心中呢 对于交棒问题的一个痛以及关心 在三年前的一场记者会呢 我们看到呢 十年的苦心培养的蔡立行 最后十分钟决定换掉他 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记者会 张忠谋呢 他铿腔有力的告诉大家说 他没有要交棒 其实凸显的都是呢 台积电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交棒的问题 我们来看到的是哦 这张CG呢 那么有对于台积电股价的一个变化 在2008年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当时呢 台积电面临到基隆海啸的时候 收盘的时候呢 最低跌到36块8 那么在张忠谋呢 宣布回任总执行长的时候 我们看到台积电的一个股价呢 是持续的向上来走的 一直到今年 我们看到台积电的股价呢 80块钱以上突破了历史的一个新高 所以说这个对于台积电来说 这个交棒的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 那么尤其台积电 现在这整个全世界 金元代工龙头的地位哦 还无人能及哦 没有办法呢 来超越他的 我们来看到的是哦 这个张忠谋 他重批战袍 把台积电呢 带往另一个高峰哦 那么说到张教父呢 就连美国的前总统顾西哦 在iPad的时候碰到他 都会跟他打招呼 第一句话就说 我知道你是谁 连大陆的国家主席胡锦涛 对张忠谋说的第一句话也是 我知道你是谁 他以及他所带领的台积电地位 到底多重要 请宇婕告诉我们 好 北于台积电董事长 曾经用一个形容词 来形容自己 就是老季不利 也就是说 即使自己年纪很大了 但是还是怀有雄心壮志的 但毕竟都已经81岁了 现在大家都想知道 张忠谋到底要把这个 自己一手建立的金元王国 交放给谁 因为台积电这一家 全球最大的金元代工公司呢 要由谁来接棒 不是只有台积电自己本身的问题 还关心到整个台湾的产业命脉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张忠谋 张忠谋大家都怎么叫他 大家叫他金元教父 可见他的地位有多么不容汗瑶 那目前他手下的员工 有三万四千人 那么其实今天下午 还有个最新讯息 是台积电发了讯息 给所有的记者 他说他今年上半年 要扩大整个真才的举动 所以要再找两千名的员工 到台积电来工作 那目前他在整个金元代工里面 全球市占率有高达百分之五十三 已经具领导的地位了 在去年一整年 合并营充有四千两百七十亿的新台币 大赚了一千三百多亿的新台币 整个市值来说的话 台积电目前已经超过两兆的市值了 市值是全台湾第一大的公司 也占整个台股的市值比重是百分之九点四二 那么今年台积电甚至还被富比市杂志 评选为全球最受推崇的企业 而且是在半导体产业当中名立了第四名 张忠谋这个金元教父的下一步 怎么规划全球产业界都在等着看 好的确现在全球都很关注 到底张忠谋呢 什么时候交棒 交棒给谁 张忠谋他说两根棒子 他现在还紧紧握着 董事长不会交棒 紧紧讲的最有可能交棒的时间点的适抽 是在2014年 为什么是2014 这个刚才这个创夏哥交棒给杰明哥 杰明哥今天再把这个石头交棒给我 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这个交棒的问题 当然是说这个张忠谋董事长 这个他是比较老一辈的所谓金元级的人物 金元级人物有一句名言叫做 拥有金元厂才是真男人 所以这个对张忠谋董事长里面 他可能 对他可能协议里面还有留有这种想法 当然这是一句比较开玩笑的话 那为什么他会在2014年以后呢 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这个时间点 我们来看看说 目前台积电面临的一些挑战 最大的挑战当然是来自于三星 三星我们都知道 他已经把一堆日本厂商打挂了 那把台湾的DRAM跟面板也打挂了 那万一再把金元代工打挂的话 那怎么办 那我们看到说 目前三星的整个大动作 他今年要投资80亿美金 在投资在金元代工上面 然后我们之前也提到 他挖了这个想法的大地址 梁梦松到三星去做一些制程的改进 所以说他未来想把这个 从三星这边把苹果订单抢过来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就是 现在有一家金元厂叫做Global Foundry 它是以前AMD分割出来的一个金元厂 它目前获得阿布达比公司的这个权力资源 它也是要跟台积电来一个大写拼 这也是未来的挑战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张忠谋董事长 他不是说他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说他想要接到Intel的订单 他一直说他想要接到Intel的订单 那以目前的状况来说 台积电目前的制程 已经进入到所谓的28 跟20奈米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的话就其实已经追进了 跟Intel的订单 这个Intel的技术来源 那Intel未来有可能在2014甚至2013年 就会把这个所谓的订单释放给台积电 那这就刚好是张忠谋一生梦想的完成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之后 这些都达成了之后 他在交棒 然后拉开跟所谓三星 跟一些竞争对手的差距之后 我觉得那时候在交棒给这所谓 他的理想的接班 我觉得对他来说 应该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规划方式 好 为什么是2014 因为接下来的两年包括20132014 就是台积电能不能够摆脱三星 相当重要的关键期 三星明年的制程会进入20奈米 跟台积电的差距是不到半年了 所以这个张教赋一定要确定来保持 他领先的地位 我才能够安心的一个交棒 就像刚刚所说的 这颗石头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我交棒给你的 对 交棒在我手上 现在是交棒看起来容易 其实很难 这是邓小平所说的那句话 这个摸石子过河 张教赋呢现在用这样子来形容 他自己这个交棒的这个心情 创下我们知道 企业经营到了一定的这个时间点 都要面临到交棒传承的问题 现在台湾30大的集团 还有6成目前都是接班不明的状况 其实我们知道说 10年前有一本书 但美国很红 全世界财经界都要读的 基业长青 百年企业非常困难 为什么 关键就在交棒 大概一个30年的是一代 然后台湾刚好 那个一般的企业起家到现在为止第一代 已经到了第二代到第三代 刚好要传染第三代 60年刚好两个30年 交棒问题 那像张忠谋啊 像些经营员 这种科技产业 IT产业 刚好在台湾也是30年 又来了也是一个交棒的问题 问题是这个交棒要怎么交呢 美林调查呢 就是东亚地区呢 大概有85%的一个企业呢 非常的危险 都可能会回在第二代手里 而台湾呢 在那个前面的呢 2548家上市的公司里面 670家 完全都还没有准备交棒的问题 包含了鸿海 包含了很多的电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董事长兼总经理 他们又是CEO 又是董事长 所有权经营权都在一起 也没有一个传承的问题 然后他们呢 去调查的话呢 企业交棒给第二代的时候 在国外的经验 最后存到第二代 只有30%能够存活 如果说经营的话呢 在第二代 再传给第三代 只有17% 才能有办法存活 所以基业长青 要百年基业 本来就很困难 而在台湾呢 我们这些优秀伟大的 企业家们 你看张忠谋 已经81岁了 张龙发85岁 孤年松79岁 许续东也71岁了 林百里63 鸿海的郭董62了 然后蔡明介62 细品的林文博61 连华硕的石崇堂 都已经60了 他们要怎么交下去 可是交下去有个困难 其实真的也不是说 后面人不行 而是有个东西 叫做大灯泡小老鼠 你看这个美光针这么亮 那我点这个灯泡 是看不到的 他们很困难的是说 因为很多的第一代的人 会觉得老子好汉 而蠢蛋 他怎么看你都觉得说 你不像话 怎么看你都觉得说 你还需要磨练 他交不下去 所以这个交不下去 就造成了这个企业里面的 基业长青 17%的存活率就不断的循环 好我们来看到 就是因为交放之后 这个存活率越来越低 所以为什么这些 这个科技大老板 他们到现在 很多人都还没有做出 最后他们交放的一个决定 包括这一次 这个张忠谋 包括先前像是 华术的施从堂 还有林百里 他们纷纷的重批战袍 那么来看到的是 大家要怎么样去想象说 如果说你这个没有 张忠谋的台积电会如何呢 所以张教父不退休 就像现在年龄 已经超过70岁的 这个时尚大师 香奈尔的卡尔拉格斐 面对外界也揣测 他说随时准备要退休交放 他曾经愤愤不平的说 我会穿着靴子死去 有庆龙 他现在好像变成 这个交放已经变成了 是禁忌话题了 大家也很难想象 你没有拉格斐的香奈尔 还是香奈尔吗 说交放真的是弹劾容易 三星就是一个例子 是的 其实我们现在让台湾的厂商 听到名字会闻风上膽 甚至让台积电 开始要严正以待的三星电子 其实他过去也曾经 因为交放的问题 已经研发出一个 长达14年的 所谓的有点类似古代的 那种宫廷的那种 亲骨相争 互相斗争那种戏 其实现在目前三星的一个CEO 他叫李建希 其实他是原本创办了 李炳的三个儿子中 最小的一个儿子 那依照韩国的一个伦理的逻辑来看 应该交放 应该要交给长子来交放 才是一个比较属于正常 但是李炳他认为 其实李建希的个性 其实他比较果决 而且形式的作风 比较像老爸的作风 所以原本他老爸李炳 就是想把整个三星的位置 交放给这个妖子李建希 但是这个交放的过程中 其实会引发所谓长子的不满 引发二儿子的不满 所以李炳创办人 他帮他的儿子李建希 铲除一些路 比如他将长子用 长子用他患有幻想症的一个理由 把他关进精神病院 强压在精神病院里面 让他不能出来 那二儿子他怕他自己 也可能被向死头搬走 所以他先前也做了一个 有点像王子造反的一个计划 他秘密在私底下 去找他老爸 有没有什么违反犯规的事情 偷偷告诉给当时的韩国总统 检举自己的爸爸 对 检举自己的爸爸 他当时让三星的创办人李炳 弃了东方四八之后 把这个二儿子长期的家法 关进在自己的家里面 而且他还是跑去跟总统检举 对 找总统检举 在东方四八之后 其实最后这二儿子的下场 其实就是长期的 古老的得回到自己家里面 所以在整个接办过程中 其实李炳这三星的创办人 为了要让他自己的儿子 让他觉得最有人力 接棒的儿子 可以顺利的接棒 他还必须得做很多的 一个铲除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铲除的动作 其实在古代的工程 其实都常常发生 夺敌的事件 对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其实我觉得三星的一个故事 其实也更加强到 在像目前一讲说 传贤不传子的一个经营形态上 其实有这样子 谁有能力谁就可以撑出 但是如果还是用家族企业的思维的时候 那可能就会演发出所谓的 骨肉香肠的一个戏码 好 到底在台湾的企业 还有哪些交棒的问题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我们说企业交棒真的很不容易 现在已经变成了很多公司 最大的难题甚至是禁忌话题了 加奈尔这个时尚大师 拉格斐他就说 他会做到穿着靴子死去那一刻 他也不准人家再提交棒退休的问题 现在国内很多企业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像是远东集团总裁徐旭东 他已经年满70岁了 其实接班的问题揭秘也困扰了他好多年了 远东集团我们知道他的资产是超过了 460亿美元的1.38兆台币 外界第一个联想到这个接班的 当然就是他的子女 尤其他这个混血独子 这个徐国安长得非常的帅气 对 有 我知道那个北渝一直讲他也帅 我知道已经到现在为止 白马王子 四五次吧 我也好奇 到底徐国安有多帅 哎 讲到这件事情 这个徐旭东有人在追问一个记者 就是记者会结束之后 但很多记者就说去啊 这个就是徐旭东啊 你那个你什么时候交班呢 然后徐旭东就被问这个问题 嫩了一下 就回去跟他们家人说 我看起来有这么老吗 哈哈哈哈 一直说我应该很年轻啊 所以你看每次徐旭东出去的时候 感觉就很年轻 其实真的是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心里头有一个放不下的石头 我们先从他父亲谈起 他父亲徐友祥 其实从上海来的 他们是调地的上海帮 上海帮 上海人过来的 那其实那时候同时间也是有一些创业的伙伴 最后他从创业伙伴里面 徐友祥得到了这个权利 但是权利之后呢 他其实生了 也要生了很多小孩 那这两孩主要是来自于两房 有多少小孩 我们来看一下这图卡 他的大房呢 大房总共生了两个儿子 四个女儿 六个小孩 那么最有名的大儿子是徐旭十 还有徐旭九 那么他二房呢 只要生了三个男孩子 就是徐旭东跟他两个弟弟 徐旭明跟徐旭平 他们属于二房的 那么因为在整个家族过程当中呢 徐友祥觉得 好 根据这个杂志上面说 徐远东最像他父亲了 可他是二房 那么当时呢 他有意思要让他起来的时候 同时间呢 为了让证明徐远东 他是有能力的 他父亲想到一招 叫徐旭十也同时去接任了远东纺织 那他也去接任其他的企业 两个大PK 最后呢 徐旭十就是大房的大儿子呢 觉得占不够 就把他的家长卖掉 去美国 坏谁跟这个徐旭东PK呢 就是大房的第二个儿子 继续跟他徐旭平 跟他PK PK也是一样 正亡 这时候呢 徐友祥就说 好 那就是徐远东 你出来吧 可是事实上忘记一件事情 徐旭东对 徐旭东出来吧 可是忘记了 大房还有四个女儿 所以现在问题的状况之下 那接班没有问题 小孩继续接班 但是事实上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事实上有问题呢 因为他的老婆是一个外国人 所以他生了三个小孩 男的帅 女的应该也是美 我没见过 完全没见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是按照我们北域说法 徐国安应该真的很帅 那么但是问题是你知道 这外国小孩从小在外国长大 根据杂志说法是无心恋战 但是他曾经去担任这个玉米 但是有 但是徐旭东还是让他们继续来 他发现他的大女儿叫做徐国梅 听这个梅字就知道懂艺术的 那懂艺术去哪里 就把他送去远东纺织 那徐国林呢 他这个比较懂的是一些什么艺术的 这个把他送去喜欢设计啊 那设计就把他送到远东百货当董事 那至于他的儿子徐国安呢 那就把他送去玉米航运 那又有人问他说有好事者 问这个徐旭东说 那为什么你儿子去玉米航运呢 他说你觉得有没有的话 他喜欢航海啊 但是里面过程当中 你可以感受充满的一些 不知道呢应该是一些无奈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家族 你要找谁来接棒 那如果接得不好 那么可能大方的小孩过来 因为事实上大方是有发生事情的 其中我想观众朋友应该记得 有个叫做习家宜 其实是他的其中的就是一个妹夫 那他基本上一直掌握着 某些各个整个集团里面的董事 或者副董事 那当时曾经在我们说的收购 或之前的这个执行长 董事长叫做钟晴 有没有印象 当时钟晴原本是我们一个官员 钟晋局长 对 没错 然后呢他在离职的时候呢 大家呼声应该是 因为远东百货是 加上SOCO是一个很赚钱的企业 金基姆 对 金基姆 谁掌握那位置就掌握金流 百货工什么特色 百货工是就是金流 你掌握了金流 你就有能耐去面对这个挑战 那么这时候呢 习家宜都市场谣传是 习家宜应该会出来当远东百货 就出来不是 是鼎鼎大名的 我们说当时有一个就是 就是电视的一个名人 好 出来这个当选的 远东百货的这个董事长之后呢 哇 听说啦 听美理讲 习家宜在他办公室里面 拍桌子丢东西 非常愤怒 那之后 我们就没有看到 徐旭东呢 跟这个习家宜 有共同出现的一个状况 但是问题出来 大家都有持股 如果有个交叛不顺 怎么办呢 所以 诶 聪明的徐旭东 抢了一招 他就决定叫他弟弟 好 徐旭明 来接棒 好 在刚刚其实 杰明又讲到一个重点了 现在虽然已经这个70岁 但是徐旭东我看 短期之内呢 也并不会有交棒 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很多的大老板呢 甚至原本呢 已经打算要交棒了 现在呢 后来是纷纷的重批战袍 包括红海的郭台铭 包括广达的林百里 包括华硕的施重堂 这三个人呢 分别在这个金融海啸之后 先后的再度来回锅 重掌冰服 先将棒再收回他们的棒子 一进一退呢 其实对公司还有股价 其实都造成影响 请你借告诉我们 好 等于这些原本都是退居 第二线的科技大佬 为什么一个个都要重出江湖 主要原因是在2008年 爆发的金融海啸 当时景气比较不好 订单都急动了 更惨的是还有无薪价的效应哦 让这些大老板 只好回到了第一线来继续努力 而且现在看起来 这似乎是一个明确的选择 我们先来看到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 在2008年的时候 他当时退出 他当时说要退休的时候 股价是170元 不过他回过的时候 股价已经跌破百元 是99元了 但是3月8号 最新收盘价是98.8块钱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还原全值来看 就是把配股配齐都加进去 其实他这个价格 跟当时他说要退休的 170块是差不多的 再来看到是广达林百里 林百里当时主要退休 原因是因为他有肺癌 这个健康状况不加 所以让他呈现一个半退休状况 但是他当时回过的时候 股价只有来到31块 比原本46块还要低 但是现在这几年 他积极布局的是云端产业 所以股价已经拉高到了70块钱 第三个来看到是华硕的师重堂 师重堂呢 其实他在回过的时候 股价只有30块钱 跟原本97.4元 是相差非常多的 那这几年 其实因为飞瓶阵营里面呢 华硕的业绩其实都是还不错 再加上这个产品 其实都有十足的一个创新力 还有竞争力 所以股价已经来到278元 第四个来看到是台积电张忠谋呢 他其实当时回过的股价是58.3元 现在已经来到79.1块钱 最主要原因是台积舰在奈米制成 还有策略布局都是领先同业的 那么这一波的科技大佬的回国潮 缩穿的不过就是要让自己的事业版图 在未来可以走得更稳也更好 重出江湖显然也是不得不做的一个决定 好我们看到是不是真的是将是老的 我们看到这些大老板呢 重出江湖之后 这个股价上的的确都有演出这个庆祝行情 创下就像在刚刚提到这个年龄超过70岁的这个时尚大师 像那儿的这个卡尔拉格斐 他面对外界揣测 他说随时准备要交棒 他真的是愤愤不平 他要一直坐到死 所以现在讲退休好像真的是变成竞技话题 对于很多创业的霸主来讲 对他们来讲交棒是一个非常大的禁忌 心中不能说的秘密 也是一个痛 但是呢 其实对于很多要接棒的人来讲呢 其实接棒呢 这个光芒旺战它也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其实都是对第一代第二代来讲都是一种挑战 很少人能够在这个挑战里面呢 走出自己的路 大概就是宏达电的王雪隆女士 是台湾的企业里面 大家比较有印象中的 完全不靠他的父亲 走出他自己一条路 很难 但是很难的话呢 这慢慢的世界上有很多的企业呢 就走向是专业接班 而专业接班呢 它有一个趋势 你看我们台湾的现在这些CEO 我们刚刚看了都是六十几岁 而事实上呢 在2001年的时候 美国呢 财新杂志 对于他们去做一个调查 美国前百大CEO 发现一个趋势 46岁到52岁是最好的接班人 直到现在为止 这种趋势一直往前走 你看IBM的罗曼提只有54岁 苹果 Apple的库克 最近才刚刚才拿出新的iPad 它的是50岁 Intel的欧德林55岁 然后其一的那个 伊敏伊梅特 才54岁而已 45岁而已 但是更年轻的比我都还年轻 我们真的要好好检讨 那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他们会发现说 其实46岁到52岁是最好的 因为他充满了活力 创意还有学习的人力 而且他成熟之后 大概要平均是五年的话 才能够成熟 成熟之后 他可以再表现十年 所以就可以把各个企业再创高峰 所以这样一个趋势 其实是全世界的趋势 但是呢 这样一个趋势呢 一样的那种诱惑 是很难的 就刚刚讲的 那个 我还要穿着我的马靴到死啊 因为很难很多人愿意放下去 所以这个 怎么接班 怎么接班 都永远是企业界 永远的挑战 好的确哦 就连这个股神巴菲特 他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侍从 巴菲特他已经82岁 他也在找他的接班人 其实就跟台湾的张忠谋一样 其实他现在的候选人也不止一个 对我觉得这个第一代跟第二代之间有差异 就是第一代江山自己打出来 他要去找一个跟他思想逻辑都一样的人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这个接班问题会一直都是成为大家的话题所在 其实巴菲特最早他曾经选了一位叫做索柯尔的当成他的接班人 那其实这个也非常具有一个代表性 他原本这个索柯尔他原本是一个派报生 他2000年加入这个所谓的巴菲特公司之后 他再从事所谓地热公司 然后建筑公司一路往上爬 其实巴菲特原本已经清点他当做他的这个接班人 但是因为他后来涉嫌就是巴菲特的公司要去并购一个陆伯润的公司的时候 因为他在中间涉嫌有内线交易 巴菲特最痛恨什么 他最重视诚信原则 道德上的瑕疵 对 所以他就说他就把他fire掉 而且请他回家自己经营他自己的事业 那其实中间还有传出过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六四的这个所谓的李璐 因为他曾经帮巴菲特指引他去买所谓比亚迪这家公司 所以他一度传言说 他是不是也是巴菲特的这个接班人选之一 但是就目前来看都不是这样 巴菲特目前的这个所谓 他旗下主要的几个大件 我们来看包括说像这个詹恩 他是管所谓的载保险公司 那包括说像这个所谓的阿贝尔 他是管所谓的能源公司 那这个罗斯 他是管这个所谓的铁路公司 那这个奈希利 他是管所谓的产险公司 其实巴菲特的公司非常的复杂 他其实是一家投资非常多公司 管理非常多不同产业的公司 所以你要去怎么去选出一个 真的是像巴菲特这样的人 我觉得是非常困难 那最近又市场又串言出 有一批黑马又串出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 又黑马新的接班人出现了 新的黑马出现了 他叫做泰德韦斯切勒 他是怎么样呢 他是在2006年 2005年他曾经跟巴菲特共进午餐 就巴菲特就注意到他了 然后注意到他之后就一直留意说 他的这个整个操作的表现怎么样 就发现说 其实他整个的操守 整个的这个过去的绩效表现不错 于是他在今年 就把他纳入到这个巴菲特公司来 决定把他列为这个 所谓的未来的继承人选之一 那巴菲特在今年 给写给股东会的一封信中 他写到一句话 他说他已经选定好了人选 只是他还没有公布 好 不过我们说这个接班人有多重要 甚至会影响到一般人愿不愿意去投资这家公司 庆龙我们知道 过去说他股神巴菲特他是不买科技股的 但是他后来却去投资了IBM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好 我们看到我们的金元教父张忠谋说 他手上有两根棒子 但是他现在呢都还不准备要把棒子给交出去 这样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股神巴菲特 他现在也都还在寻找他的接班人 庆龙说他这个巴菲特 我们知道他过去其实是不投资科技股的 但是后来呢他看上了IBM 就是因为呢IBM呢 有一位新的这个女性执行长罗曼提 让他也动了繁星龙 他过去不买科技股 现在都打破了这个惯例 而且甚至还说 我五年前就应该注意到他了 是的 其实就是他这位看起来 其实笑得非常灿烂的 这位新任的 今年1月1号才正式上任的IBM的一个执行长罗曼提 罗曼提也是IBM百年以来第一位女性的执行长 大家不要小看他 他不但让巴菲特发出相见恨晚的感叹 他在去年甚至花了105每亿美元 相当于3000亿台币 成为IBM最大的单一股东 那这个人他有什么样子的攻击呢 其实我跟大家列举 其实他是让IBM过从2002年开始 连续35G EPS每股最后盈余呈现两位数的成长 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数字 预计他现在目前的EPS大概在11到12美元 到2015年的时候还可以倍增到20美元 最大的工程其实就是罗曼提的一个贡献 那除此之外 IBM现在目前也是全球仅次于苹果 Apple的一个第二大的科技的一个市值的公司 那罗曼提他如何让IBM成为 让巴菲特如此亲爱如此尊崇的人 其实他打破了IBM过去光荣的例子 他打破IBM过去 其实以卖硬碟起家 赚低毛利那样子的思维 IBM他发明了全球第一台硬碟 发明了全球第一台全球 可以移动的笔电 个人电脑 但是他2002年卖掉了硬碟 给卖掉了硬碟2004年 又再把他的个人电脑卖给了联想 这个其实他让整个IBM 做一个整个脱胎换股的一个转变 他希望能让IBM 从原本的低毛利率的硬碟公司 转心成赚高毛利率的一个软体公司 让2020年的时候 EPS串高到20美元 我觉得成功的经营者 成功的接班人 其实像百年企业都能够大翻身 所以杰明这个选对接班人 这个真的会上天堂 真的啊 你看慧福也想学这一招 就弄得第一大了 最后慧福的资金帐也离开了 慧福的资金帐也大跌 好不容易现在新的资金帐 把它拉回来 所以真的差很大 那当然没想到就严凯太队